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集我們要帶您看看最近的中國情勢 可以看到了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跑到了中國去 不過他講到了美中挑戰 不會在一夕之間來解決 不過現在世界夠大 大到讓兩國來共同繁榮 葉倫在北京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說他這一回訪中的期間 跟中國大陸多位高官會談了十多個小時 過程直接實質而且具成效 他還說一次的訪中之行 沒有辦法立刻解決所有的挑戰 但預期這一次的訪問 可以有助美中的新經濟領導團隊之間 建立了具韌性而且有成效的溝通管道 不過我們就要帶您來先看看這個畫面 葉倫到了中國大陸去 不過這個握手 大家都說是不是有三部曲 首先我們先帶您來看看 7月6號到中國大陸之後 一下車就跟中國大陸財政部的國際司司長楊英明握手 可以看到葉倫似乎把腰也彎得蠻低的 那麼是拼命的鞠躬 這樣子的畫面也讓大家覺得說 這一回是不是美國的態度不太一樣了呢 再來我們帶您來看到7月7號這個畫面 7月7號的時候他還見這個李強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緊握著對方的手不放 而且一直點頭 很多網友看到這個畫面就說 好像美國比中國看起來高興很多 而且是烈嘴笑握手的時候還不斷晃腦 所以也引發了許多討論 可是再隔天這個畫面就更精彩了 他見到了大陸的副總理何立峰握手又鞠躬 而且還沒有到拍照位置就衝上去趕快先握手 當下何立峰是有點嚇到的 還退了兩步 可是你有看到嗎 這個葉倫還一直鞠躬 甚至還沒到這個拍照位置 還被指引到那邊去之後 不斷的在握手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握手三部曲 好像是這個美國在展現他們的 友好態度的感覺 紐約郵報呢 他們就有找了一個外交理宜專家 他說美國官員是不鞠躬的 葉倫滔不絕的鞠躬的時候 中國高層並沒有相對應的動作來回應 這個就可能是美國軟弱的象徵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葉倫會晤著大陸的副總理何立峰 他說美中應該直接溝通 而且是要公平競爭 他們長達五個小時的會談 之後一起吃晚餐 何立峰是習近平的核心人馬 因此這場葉和會 當然是備受外界關注了 那麼葉倫當然是講到說 應該要直接溝通 美中不是贏者通吃 而是在公平的規則之下良性的來競爭 這句話他在見李翔的時候也曾經這樣做過 是不是就想要表達這一回美國到中國大陸去的立場呢 那麼我們待會看到的是 何立峰會晤葉倫呢 他們新華社就說了 交流坦承 外媒就說中方談及了氣球的風波 那麼新華社也說何立峰是以中美經貿中方的牽頭人身份 在北京會見葉倫 雙方是進行了許多的深談 而且會談是具有建設性的 法國媒體就說了何立峰在會上稱 由於一些意外事件像是氣球事件 間諜氣球落實了兩國元首在2022年 峰會上達到的共識出現了一點問題 而葉倫就在會上針對美國限制對華輸出的科技來辯護 他說兩國政府不應該這類的分歧破壞 那麼蓬勃發展的經濟跟金融關係 那麼中方當然就回應了泛化國家安全不利於正常的經貿往來 中方表達了對美方對華制裁限制措施的關切 而葉倫甚至在晚上的時候還邀大陸女學者來參序 決策租上唯一女性她講了這段她的經驗 可以看到她請了九位女性一起來這邊共進午餐 那麼美中政府雖然存在分歧 但美國與中國人民是並不存在分歧 她是特別把這句話點出來講 但路透社就說了指責習近平執政的期間 中政界和政府高層的職位 女性人數有所下降 政治局24人名單就沒有女性代表 親民常委的名單之中也沒有女性 不過現在葉倫到中國大陸去好像創造了一個友善的氛圍 又是握手又是鞠躬又是點頭的 但是現任官員罕見會晤 他們就說了是不是凸顯中方不願意脫鉤了呢 學者就分析了中高度重視這葉倫這一次的仿中型 凸顯出是不是中國也不願意脫鉤 那麼美國的親美媒體也報導 他們說不願減免窮國的債務 紐石街中國現在自身難保 不過看起來在經貿上面還可以談 但是軍事方面似乎是談不了 怎麼回事呢 布林肯 葉倫訪中待遇大不同 北京跟美交往比較重經濟 但是很抱歉 軍事人就卡關 跟布林肯到訪的時候 大陸媒體的輿論敵意比較深不一樣 葉倫獲得的關注相對於是友善跟熱絡的 中國官媒也議論這個 葉倫他其實他是一個西方人 但是他用筷子用的很熟悉 還大旦雲南料理 因為葉倫背後是強大的龐大的企業 還有投資 但美國尋求重啟的軍事管道中國依然不鬆動 顯示北京對美重啟交往還是有選擇性的 那麼可以看到葉倫就講到中國對美國企業的懲罰性行動 對駕者等關鍵的礦場實施出口的管制 認為美國制裁露氣 是尋求健康的經濟競爭來加揮美國工人和企業 但是中國對美國的制裁進行反制式 中國利用非市場手段跟採取懲罰行動 對付美氣 怎麼會這樣子講 有網友就說拿刀叉吃人 肉還不吐骨頭 美國有資格說這一些鬼話嗎 不過可以看到7月9號聯合報的報導 美國高層相繼防北京 大陸學者認為雙方的對話們不讓步 美中關係原因是 越加的競爭跟鬥爭 而且自2022年習拜會到現在 沒有哪一方給予 或者是準備給予對方重大 而且經久的讓步 所以看起來呢 目前中美關係還是處於角力的狀態 介大席我們想要問一下 你怎麼看叫葉倫 又是鞠躬又是握手又是彎腰 好像把姿態放很低 沒有應該是 應該是很高興吧 應該是 因為外交的談判 有的時候 雙方他有時候 他不會立刻把很具體的東西 就公諸於是 我想如果他沒有得到 他想要得到東西 我想他也不會這麼客氣 這是相當客氣的一個表達方式 那其實他這次去中國大陸 可以說是高規格接待 我們不要看他有沒有紅地毯 而是說他見了哪些人 那他從李強到何立峰 何立峰是副總理 當然是財長 可是還有最重要 他也特別提到那個潘公勝 他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這個黨委書記 那另外也傳言他跟這個劉鶴 也他的老朋友 劉鶴也見了面 所以在短短的這個兩天中 他說他跟中國大陸官員 一共舉行了十次的 十個小時以上的這個會談 那麼他最後在最後一個 李華之間的記者會 他講了三個字 他說實質具有成效 直接實質且有成效 這個實質且有成效 這三個字是高度評價 有成效不容易 那他沒有講說 有什麼這個距離 因為整體來說 現在美國跟中國 大陸在經濟問題上 是何則兩立 分則俱傷 那麼軍事上當然是 對抗的姿態很強 可是在經濟上來講的話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要看看 禮拜一華爾街的股市 跟這個上海的股市 怎麼反映這個葉倫 不過我想一個 葉倫這麼有經驗的一個 這個財經官僚 高層官僚 他一定知道他講任何一個字 第二天都會反映在市場上面 所以我覺得他能夠這樣子 來做一個這樣子的評斷 對自己這個兩天訪問 那麼我想他希望是外界 得到的是正面的消息 因為經濟除了實體面以外 信心很重要 美國現在的經濟除了實體面 美國人自己要努力的話 他也需要很大的信心 而且未來拜葉倫的最大 他自己最大的挑戰 他要發一兆美金的債 美債 那這一兆美金的債 如果都是美國的這些 這個所謂的財經機構 或者美國的私人投資人拿的話 那會縮限美國在這個 所謂的融資市場的資金 對美國的經濟是不利的 所以他當然希望有更多的 外國的這個機構來買 這個美國的債 就不會排擠到 就是說美國自己人買的話 那這些錢都去買美債了 那誰銀行就沒有足夠的錢 來帶給中小企業 私人也沒有足夠的錢 到社會去消費 這對美國經濟不利的 所以葉倫雖然說過去美國的債 大概都是六成 都是美國自己買 可是這一次 他當然是希望外國政府 外國政府多拿點錢來買 那現在你以世界各國的 這個財政狀況來講的話 那這個錢最多的 當然還是中國大陸 對 所以我覺得他談 說去談什麼人權談什麼 我覺得都是外界的渲染 那談一些 他自己要負責的場域 就是美國的財政 那他現在最大的挑戰 就是這個美債誰來買 那我想他的著力點 他的重中之重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想他看到人就鞠躬 真的借錢的人 如果借到錢的話 那個腰杆子會特別軟 對於願意出手 能夠給點錢的 那一定是由衷的感謝 那所以知道 所謂的一文錢 逼死英雄好漢 那葉倫不曉得是不是英雄好漢 那麼能夠搞到一點錢的話 那腰杆子鬆一點 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 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 劉教授你又是怎麼看 尤其是現在葉倫到了 到了中國大陸之後 那麼一直在強調 是不是雙方可以共同繁榮 您是怎麼分析的呢 對 我們曉得葉倫 他基本上他是美國政府裡面 對中國的鴿派 他的鴿派 他在任命的時候 他當然簽證會 參議員任命的時候 講得比較凶 然後從此以後 他整個態度就是一個鴿派 那鴿派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所以中國大陸對葉倫到大陸來訪問 他相對來講就比較溫和 也比較友善 但是我特別看到幾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在他後來 就是訪問離開中國的記者會上 記者會上呢 他想他是一個鴿派 但是國內還有鴿派 對不對 那我不能跟鴿派以後 然後鴿派跟中國的政策怎麼做呢 所以他也強調說 將來如果安全的問題 那麼因為所有安全的考量 限制對中國的投資 這個還會再繼續下去 他並沒有說 我們從此就怎麼樣 沒有 他還是很坦白 我現在講得很好 很坦誠 就是最後對中國的這種投資 還是會限制 但是 這會非常的透明 而且規模會比較小 而且非常聚焦 就不會說 整個一起的 整個制裁你 不是透明 然後規模小 然後聚焦 然後特別強調呢 我再怎麼樣用安全上 怎麼來對付中國呢 我的目的 美國並不是想占中國便宜 也就是說 我不會防止中國的整個崛起 中國大陸最怕的就是這樣 我要發展 你在擋我嗎 那耶倫說沒有 沒有呢 然後談到的 比如說供應鏈的問題 供應鏈問題呢 你看陳一陣子 大家最流行講的 叫做去風險化 但去風險幾個字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那麼 葉倫這次他就沒有用去風險 他用叫做多樣化 他說對於各種的關鍵的供應鏈 叫diversify 多樣化 就是引起爭議的字 不用了 多樣化 那所以那你說 那税的問題 人家問啊 他說税的問題 征税嘛 那川普對面征税 征税現在在評估 但是評估還沒有完成 但是還繼續 還會在評估 就表示我是友善的 我內部有溫和的 也有鷹派 但是我們怎樣去平衡 我的友善和我們的鷹派 那麼他最重要的 還希望去找說 跟中國大陸能夠找到 一個合作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看 合作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就是他強調 氣候變遷嘛 中國大陸你要拿出更多的錢 我們在共同來做 对不起氣候變遷 第二個呢 那就是對窮國的債務問題 窮國的債務問題 中國跟美國可以一起合作 找到他能不能 可以合作的點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呢 這陣子都是什麼 你說這個官員 內閣官員 你說從布林肯 然後是葉倫 然後下一個要 就是凱莉嘛 凱莉就是拜登的 氣候特使 Carrie 那凱莉去呢 那剛好葉倫這次就鋪墊了 他說我們這次 氣候變遷可以怎麼合作 那麼凱莉去 那接著可以談 氣候變遷 所以他們這三個去 是一套的 是協調好的 是希望能夠穩住 整個中美之間的關係 那中國大陸呢 大家看 有些鷹派 有些鴻派 那我給你一些不同的態度 那我希望這樣的一個大的框架 希望能夠為將來 中美關係的改善 做一些基礎 但是石英宏講的也對 石英宏他講的是說 從美國官員來談 談啊談啊 談半天 談半天 如果沒有具體的做法 談了半天 但是中美關係還是往下行 那所以在這談完以後 所有的衝突都不可能是一次就解決了嘛 談完以後 我們看後面的後續動作是什麼 我們才看到他具體的結果如何沉澱 然後如何呈現 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海明哥 這一次葉倫到了中國大陸去訪問 當然了 這規格蠻高的 而且呢 他們經貿都可以談 但唯獨好像軍事就 好像沒有開啟這道大門 中美之間的軍事很難開啟這個大門 因為目前雙方 劍拔武藏的態勢也沒有 沒有減弱的跡象 美國在南海 在台海這邊的巡航也沒有中斷 所以當美國這邊沒有 並沒有退却的時候 中國大陸這邊也不可能示弱 所以雙方這個對峙的狀況 我認為還是會在持續 那問題是這次葉倫去 我覺得中美雙方經濟 他們沒有對外宣稱的那些東西 才是重要的 也就是看起來他們似乎 有彼此在經濟上面的對抗 是有一點點緩和的跡象 那當然這要看 未來後續他們會 採取哪一些措施 才能夠真正決定 可是顯然葉倫看起來是有所收穫 看起來是這樣 那只是 他必須要在 某一些場合裡頭 特別是在他們自己 美國在台 在華商會 演講的時候 他必須要講得很強硬 那其實是講給 競爭對手聽的 其實講給國內的那些反對人士聽的 表示我並沒有對中國大陸 他的示弱 那可是你看他這種 就是又鞠躬又哈腰這種狀況 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 對葉倫來說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達到 讓中國大陸買美債 然後在經濟上 能夠雙方能夠開啟一些合作的契機 那只要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鞠躬哈腰有什麼不行 那反而是我們去看過 我們自己的官員 去拼命去跟人家鞠躬哈腰 然後結果什麼也沒得到 還要去送人家東西 那不是更好笑嗎 所以我覺得葉倫官員 葉倫至少在很多地方 做得比我們台灣的官員好多了 那我覺得 美國有一些媒體的解讀很怪 他說 他凸顯中方不願意脫鉤 好像講了一部 你中國不是很厲害嗎 你為什麼不願意跟他脫鉤 中國大陸對美出超3850億耶 一個每年讓你賺這麼多錢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跟他脫鉤 我當然不想跟他脫鉤 這什麼好奇怪 誰想要跟 一個人每年讓我賺3850億 我幹嘛跟他脫鉤 我有毛病嗎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解讀 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自由時報去引用紐時說什麼 中國自身難保 因為你不願意減免窮國債務 美國願意嗎 歐洲願意嗎 大家都不願意減免窮國債務 我覺得紐時這個說法 自由時報這種說法 講的一部好像 你中國不願意當盤子 那就表示你有問題 這到底什麼邏輯 我真的搞不懂 那你美國自己先去潛免全國債務 顯示你很強大好不好 去啊 那你怎麼不去呢 所以我覺得這種解讀 本身都有一點偏頗 那看起來 我個人是認為這一次 看起來雙方在經濟上 可能某一些東西 是有達成一些共識 那當然還是要看未來 實際上真正付諸行動之後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結果而定 好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的 鄧寧雷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集我們要帶您來討論一下 這個秦剛到底是去了哪裡 怎麼消失了兩個星期呢 我們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有人說這個秦剛怎麼失蹤了 而且是消失了12天大陸的外長 對外情城也取消 外媒都在問他人去哪裡了 從6月25號之後就沒有再公開露面了 外媒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就問到 是不是因為健康因素是身體不舒服 還是怎麼樣嗎 但汪文斌都沒有給出具體的回答 那麼北軍當局呢 是取消歐盟最高外交官 波瑞爾的訪華行程 所以這個時機點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波瑞爾原本要跟秦剛來會面 突然取消 而且沒有解釋 外界就說是不是跟秦剛自己有關係 再加上昨天跟今天兩天 秦剛算一算已經消失了14天 等於兩個星期快半個月了 微博也完全沒有消息 那麼葉倫正在中國談合作 沒想到布林肯又拉84個國家來開會 又扣來一口大黑鍋 布林肯7月7號主持線上反毒會議 招來84個國家跟國際組織 呼籲各國要加強對中國的督促 尋求切斷非法供應鏈 那麼甚至講到了負責國際禁毒和執法事務局的 駐親羅賓遜在記者會上 把毒品氾濫的責任引向中國 指責中國不願意在禁毒方面跟美國合作 葉倫才在中國尋求合作 沒想到布林肯在另外一邊又開了個戰場 可是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布林肯促東協制裁緬甸反制中國 布林肯將於7月13日 14日到印尼參加東協成員國的外長會議 布林肯到時候會團結東協國家 期望對緬甸軍政府採取更強硬的舉動 以及反制中國在南海的行動 東協現在是不是不選邊站了 因為美國越南升級為戰略夥伴 嗯嗎 擔憂激怒中國 專家說沒有切實的利益 越南根本不願意來挑戰北京 越南重視美國作為安全夥伴 但不升級每月關係 便可以避免高風險跟低回報的局面 繼續發展跟美國的夥伴關係 同時又能跟中國有相對健康的關係 但是因為現在越南面臨到的是缺電問題 尤其剛剛我們還在討論到 今年真的是地球都好熱好熱 那麼現在電的用量當然就更大了 他們的隱憂未解 國有電力集團就說了 未來兩年會更艱困 越南缺電的狀況很嚴重 那麼中國時隔7年重啟對月送電 5月底中國就跟越南簽訂了一個購電協議 每個月供電量來到了3000萬千瓦 那麼可以看到危機現在一觸即發 在南海的部分爭議海域 中國的漁船激增 菲律賓警方也示警了 那麼今年2月約有10多艘中國漁船 已經集結在這個礁 那麼到了6月已經激增到47艘 那麼菲律賓西部軍區的發言人就走到了 中國必須停止船隻的集結行動 尊重我國主權 中非南海交鋒之際 美國現在要重申他們要來保衛菲律賓 繼續拱火 中方現在也發出警告了 因為最近中非兩國海警呢 在南海這次發生了當面交鋒 中方的軍艦對於擅闖仁愛礁的菲律賓 船艦呢開始來攔截 那麼現在奧斯汀國防部長他就重申了 他說美國對保衛菲律賓的承諾 美國卻公然損恿菲律賓再來一次 現在中國外交部也不忍了 說美國在挑剝離間 其圖謀絕對不會得逞 美國是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怎麼能指望領導西方呢 那麼現在有人就講到了 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的問題上 跟中國存在分歧 也被認為是西方盟友 然而他們不結盟尋求改善 跟北京貿易還更廣泛的關係 並警惕捲入不斷升級的 美中緊張局勢 過時的二分法不再有市場 華盛頓無法在民主與威權主義之外呢 還發展出另外的一套方案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介大使你怎麼看 秦剛已經被算出14天人都不見了 微博都沒有出現 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這個當然我想敏感的都會 都會去注意到這個事情 不過秦剛事實上的話 他也有可能是私人原因 也可能休假都有可能 對不對 不過中國大陸現在沒有做任何回應 可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我認為 那我們可以再等一段時間再看 再等一段時間看 不過這也反映說 其實秦剛好像看起來在國際政治上 也變成影響力很大了 他隨時受到各國的媒體的關注 那我想他背後當然應該反映出 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 越來越重要 那麼中國的外長的話 十幾天沒有出面的話 全世界大家都在關注 那日本的外長如果兩個月沒出面的話 大概也沒人會注意吧 對不對 那吳釗燮我也好久沒看到他了 也沒有人注意到他 所以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再看一段時間 那不過就是說美國現在這個 尤其在這個芬太尼的事件上 他事實上是過去跟中國大陸是有 這個有關這種毒品方面的 雙方的一個協調的機制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裴洛西 去年來台灣以後 中國大陸連斷了十幾個 跟美國方面的一個 原有的溝通機制 那中間一個就是跟芬太尼有關 可是中國大陸方面的對芬太尼的問題 他們對美國覺得是有點無理取鬧 莫名其妙 因為美國事實上芬太尼沒有變成一個 加強管制的藥品 也就是它取得的門檻 還是照往常一樣 那中國大陸說我的芬太尼 我在這邊都是強烈管制藥物 雖然它是最高效的這個止痛劑 可是它很多毒癮的人把它拿去拿到當毒品來使用 它本來是一個合法的一個止痛藥 那只是美國的這個吸毒的人把這個拿來過癮 結果造成大量人員的死亡 那美國就說 這很多國家就說 那你美國你加強管制這個藥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可是美國不加強管制 可能就是說這些藥商 事實上在美國的國會的遊說力量很強 拜登也沒辦法 它不通過法律 你也沒有辦法去加強 所以你自己不解決自己問題 你去怪別人 那問題你美國這些產品產的芬太尼 沒有一顆是中國製造的 那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那你說這個因為它有個產業鏈 裡面有些原料是中國大陸的 那問題就變成這個原料 基本上不是專門給芬太尼使用的 它是可以給芬太尼 又可以什麼泥 什麼什麼分 都可以用的 那你買的人會跟你說 跟他說我來使用芬太尼嗎 可是如果芬太尼 它如果是正常使用 它去做個止痛藥 那它也可以購買 那你怎麼會把這個賬算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就說你甩鍋也甩太遠了吧 你自己該負責你這個政府自己該負責的 去甩鍋甩到這樣 可是說實話 美國現在基本上對中國大陸來講 就是說找不到題目整你 對現在找到這個題目呢 不但你 它美國現在自己一個人還搞了84個國家一起來 那其實我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去參加這個會議 不需要退出 你就去把事情講清楚 那就很清楚嘛 而且美國這個國家 常常因為它國內政策失當 貧富不均 很多人自暴自棄去吸毒 校園就很嚴重 然後到社會更嚴重 結果造成什麼呢 造成引誘別人去製造毒品 以前我有一些中南美朋友 他們就說 我們本來不自毒的 都是你的美國的那些毒販 他因為他在美國不好中毒 他就跑到我們這邊來中毒 因為你美國的市場大 他總要找人幫他生產 結果把這些國家都拖進去了 所以基本上 那些中南美洲的朋友他說 到底是消費產生毒品呢 還是製造產生毒品 那他們認為是因為消費的問題 你如果不去阻止那個消費 你不把需求切斷 你去官去找有人供應 那是不公平的 那當然中國以前也有這個問題 鴉片戰爭以前 那中國就是怎麼樣 要一方面吸毒的問載 另外一方面也要讓你停止供給 可是那英國就派了軍艦來說 對不起你不能進鴉片 鴉片一定要賣 所以我用軍隊來賣鴉片 這個是曾經有一個國家幹過 了解 不過我們想請教一下 劉教授你又怎麼看了 就在夜輪 仿中看起來大有突破之計 沒想到布林肯在後面又做了這件事情 那你覺得中美關係會不會又再升溫一些呢 當然 中美關係當然還看後面 剛剛講還看後面的發展 看他們還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東南亞這些問題 剛剛我們看到你說像越南 越南被人家叫做說地理上的搖擺國 因為它的位置也都是在搖擺 所以它不會輕易在中美之間的表態 你可以看到我們看到畫面上一些 你看這個就是越南的總理范明正 范明正上個月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可是問題是上個月呢 美國的雷根號 那麼航空母艦也停在越南 那日本的軍艦停在金蘭湾 金蘭湾 美國是在縣港 那印度也來 也就是說越南買很多武器 韓國也來 韓國也買武器 美國一方面買武器 一方面呢 越南也非常的小心 它說我不會把它這個全面夥伴關係 變成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它在裡面做非常的小心的一個平衡 菲律賓也是 但是菲律賓跟越南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菲律賓本來也是向這個小馬克思上來 它是親美 但是不見得反中 但是中國大陸很明顯在下個旗 所以它有大批的船呢 什麼 在仁愛礁呢 就給人家挑釁 在仁愛礁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的 今天的領土的一個爭議 那菲律賓呢 就是停了一個沉船嘛 一個破铜爛鐵船沉在那邊 然後說那這是我的啊 然後動不動就去補給 然後去補給 那中國呢 就說你去補給 我去阻擋你補給 那麼幾個月前 還用這個雷射光啊 去射這個菲律賓的這個補給的船 讓它沒辦法去補給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很多的船 去圍這個菲律賓海上啊 其實也在測試 那測試菲律賓當然不是 測試菲律賓跟美國的關係 所以美國才會講說 那你這樣測試我 那我什麼樣的反應 可是如果你這樣子玩下去 讓菲律賓呢 本來也許可以在美中之間的搖擺 但菲律賓越來越往 美國這邊去靠的話 其實對中國來講 那整個戰略上 不見得是個成功的 或者一個聰明的做法 所以我們就下次看 就是中國大陸 對菲律賓的政策 它是不是會調整 那麼菲律賓跟越南 這兩個的搖擺國 他們的外交 跟他們最後端出來 有什麼結果 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不過想要請教一下賓哥 現在 其實中國跟菲律賓 有一些爭議 結果沒想到 美國還在後面煽風點火 你是怎麼看 因為這樣符合美國的利益啊 因為其實美國現在最害怕的就是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 跟這些周邊南海周邊的國家簽好了南海行為準則 那如果一旦簽了 以後美國能夠在南海這邊晃蕩的藉口就少 所以他是要全力阻止中國大陸 能夠跟南海這些國家簽訂這個協議 那他怎麼阻止呢 就是不斷的希望菲律賓也好 越南也好 甚至印尼也好 這些國家都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 那這些國家會不明白美國在幹什麼 他們當然很清楚啊 他們也不是傻瓜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能夠盡力跟中國大陸發展經貿 那盡量不要有軍事上面的衝突 因為大家心裡頭都很清楚嘛 中國大陸現在海軍的實力有多強 然後他的船隊有多少 你在南海這個地方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 美國說要聲援你 可是美國到底來了多少船 那到最後一旦吃 一旦真的起了明顯的衝突 誰會吃眼前虧 當然還是南海這些國家 所以大家心裡頭都有數嘛 能夠不要衝突就盡量不要衝突 那中國大陸現在也是在做一個 一下收一下一下放的這樣一個態度 你看之前就是在那個菲律賓那個破船 擱淺那個船那邊 因為菲律賓在上面有戶籍你知道嗎 上面還有人在上面生活 那他之前要去補給的時候 他突然間在開放你要去補給就去啊 然後菲律賓還做了一個蠢事 他們有一個將領還偷偷混在那個補給船隊裡頭 然後進去上面還弄了菲律賓的國旗 講了一副好像他很成功一樣 我不知道一個將軍做成像小偷一樣有什麼好 我也搞不太懂 那他就這樣顯擺了一下之後 中國大陸又收緊了 就是你要去補給我又不讓你去了 那所以雙方在那邊一直衝突 但是我認為 中國大陸應該不會想要跟菲律賓發生真正的衝突 他到最後 我覺得他是想要迫使菲律賓重新回到談判桌 用談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那菲律賓因為現在有美國人的壓力 所以菲律賓其實也兩面為難 也就是他並不是不想跟中國大陸談 只是因為美國不讓他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小馬可斯他現在也是希望 能夠從這個中美之間找到另外一個生存的方式 那越南同樣也看得出來美國這個企圖 因為越南他現在連電都要靠中國大陸 他怎麼可能去跟中國大陸起衝突 他跟中國大陸一起衝突 人家什麼都不用做只要幫你停電就好 所以對越南來講他當然也不會去走向那條路 所以親美可以 但是我也不會跟你走得太近 而且不要忘記了 美國才是殺越南人殺最多 來看看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當然是影響著台海關係 最新消息 葉倫今天在結束訪問之後 準備要返回美國了 而結束大陸情侶之前 最後舉行的這場上午的記者會 被眼睛的媒體就分析發現 又有出現運斗來了 國旗立刻在記者會前再運運斗 跟過去布林肯一樣 當然央視記者還用很酸的語言來形容說 哎呀估計是美國國旗 壓箱底時間長了 揍巴的多了 得要運運燙燙 但當的確這趟葉倫來到中國大陸的訪問 引起了很多不一樣的觀點的分析討論 因為包括了他所見的層級其實不低 何立峰都已經見了葉倫 而且在昨天的會面裡頭 已經指了一件事情叫做 泛化國家安全不利於正常經貿往來 中方必須關切美方對華制裁限制措施 冒出這句話來意思就是說 在抗議中方對於美國 在原物料上面的限制出口 而葉倫也說 面對複雜的全球經濟前景 中美必須進行密切的溝通交換意見 那這個見了何立峰這個場景的時候 就是大陸國務院的副總理何立峰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為什麼引起這麼多討論 看到畫面上可以看到握手這顆 一箭步向前之外鞠躬了三次 鞠躬了三次 這個很難得看到的一個官員見面的場景 那何立峰因此還退了兩步 讓他可以往前 這個動作不管在美方或在中國的媒體裡 都引起了非常廣大的討論 後面還有一個人趕緊要把他拉住 後面一點 不要再衝了嘛 我不知道 但的確看起來是一箭步衝上前去 這個衝進啊 真的是馬力十足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當然大家怎麼分析討論 前白宮官員布萊克曼就說了 這種姿勢啊很不體面 美國官員永遠永遠不會低頭 不像他低著頭鞠躬了三次 這就像是被教到校長辦公室的學生 是中國喜歡的樣子 美國作家也說 他說何立峰甚至退後一兩步 給他更多磕頭的空間 還有網友一直說丟臉死了 葉倫快回家了 紐約郵報 這都是西方媒體的報導 認為葉倫一直鞠躬 但何立峰並沒有以相互動作作為回應 這個是美國軟弱的表現 當然呢 葉倫對於一個官員應該呈現的樣貌 會受到高度的檢視 因為這一趟的確是相當的受到關注 其中呢 中國人民大學學者王逸軌就說了 中方高調接待葉倫 有些免裡藏針的味道 看似殷勤 其實凸顯的中方要奪得 兩國經貿主流的主導權 例如葉倫啟程到中國訪問之後 對於加拉者啊 這些出口管制 就是為接下來的美中交流創造籌碼 當然美方也是對晶片啊 或是連社群網路的這個平台的限制 都直接宣布 甚至說中國是旅遊危險不安全的國家 再加以警告 所以當葉倫到北京去的時候 碰到李強 李強說 經歷風雨之後我們能看到更多彩虹 就是下了雨 剛好抬頭看見彩虹 那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長楊一鳴說 帶著誠意互相尊重才能雨過天晴 那網友酸一點網友幫他解讀就是說 哎呀是給你一點顏色瞧瞧懂嗎 彩虹的顏色 這可能就是解讀啦 但無論如何他的確接到的層級也不低 也的確做了很多的溝通 有沒有笑呢 其中一場呢 是在葉倫跟六位女性 中國女性經濟學家 共進午餐的交流會上 那餐廳大家笑 還叫做Made in China 但大家笑說 其實現場所在的 這些所謂經濟學家裡面 甚至還有小說家 那拉魯網友會比較嚴格的來檢驗說 他們幾個人代表中國人嗎 寫小說都能去 因為親美才被找去 這些立場的問題也會被關注 而美國財政部長 終於一直想要去中國嘛 但去才剛吃完雲南菜 就痛罵北京一事 也讓中國網友很不能夠接受 他痛批中國對美關係的 懲罰性行動 還有對哲啊 加啊哲啊 這些關鍵礦產實施出口管制 那網友很憤怒啊 就說你這個當強盜久了 突然被中國反殺一槍 還哭著說你怎麼可以打我 那當然這雙方的這個危機感還是在的 尤其是防陸型有沒有辦法真的對中美關係有進一步的突破 這件事情很受關注 布林肯 葉倫都去過了 但是軍事上的溝通管道建立熱線還是沒有恢復 北京選擇性的跟美國交往的這個程度是很清楚的 例如呢美國尋求重啟軍事管道不鬆動 所謂的選擇性往哪裡走 接下來當然也不知道葉倫談到底有沒有對於債券啊 或其他的相關議題真的可以做到什麼合作呢 而美國的景氣下半年被說走勢不樂觀 這是來自於美國財經周刊巴隆的報導 因為接下來七月九月還有兩次升息的可能性 股市預估指已經相對的不樂觀 那加上利率持續走高 2023年下半年更可能演變成1987年的翻版嗎 每股投資人下半年都要擔心樂極生悲 因為呢1987年的情況跟現在的利率環境非常的相似嗎 教授 我覺得葉倫其實是拜登政府的吉祥物 吉祥物 他真的是吉祥物 相對友善 相對友善 理性 然後呢 就經濟談經濟 那是所謂的因 這個因派群聚的 拜登政府當中的少數的鴿派 那其實他在中國大陸還蠻受到重視跟歡迎的 那你看到 我看大陸這些許多媒體的報導 不要完全只是看網民的回應 看媒體的報導的內容化 其實給予他是蠻重視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全世界到中國大陸內部也都知道 也有人來 其實並沒有辦法達成任何的 這種實質的進展 那果然他跟海外記者會離開了 現在你看到沒有降關稅 對不對 也沒有任何針對科技戰的管制的問題 反而是他在寫給他要他講的東西 管制的部分 人權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 他都照本宣科的談了 那他建何立峰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就是激動 我用激動這兩個字 你看很出來 因為他四天三夜其實主要是這個前面這兩天 那最後見到了何立峰 何立峰才是現在真正拍板定案的 因為跟李強的見面其實是比較儀式性的 因此他是想要去談 在這個場合去談問題 你就可以知道他要談哪一個問題 他就希望中國要跟美國多借一點錢 買一點美債 這個東西當然沒有公開 我相信何立峰也沒有任何的承諾 對不對 所以等了半天 終於他自己的業務要見到何立峰 他很激動 像是見客戶的感覺 表現出來的那個態度 我其實對於他 我不會太苛責了 那當然美國的一些網民 大陸的一些網民 會說這個一些 尤其是美國的一些網民 美國的媒體也很不買單 但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從布林肯到葉倫 接下來倫文多 都還想要去中國大陸呢 你沒有什麼具體的政策 也沒有具體的改變 對不對 你想的一切的東西 都是你美國自己才叫始作俑者 你的所有的制裁 你的所有的這些不公平的作為 你的所有的這些管制或者是懲罰 從關稅到科技戰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他為什麼還要去 我覺得那三個理由 兩個是雙邊的 一個是國際的 第一個雙邊的就是中美雙邊的 美國還是有求於中國 你看看布林肯 然後呢 布林肯我覺得有求於中國 是在俄烏戰爭的問題 然後呢 葉倫很清楚就是美債 沒有別的東西 那現在到底 美國馬上要發行大概4000億的美債 那年底以前要發一兆5000億 誰能夠買 是不是 當然中國大陸是有能力買 而且他手上一大堆美元 可是呢 他會買嗎 那這是大的問題 我覺得北京的立場一定是戰略模糊 也就是說那我看你的反應 你如果反應好 我買一點 我幫助你 對不對 有助於共同的維持國際的經濟的合作 但是呢 你如果持續的對我制裁 你如果持續的講那些這個有沒有的話 像拜登最近又講話了 在警告習近平 那你怎麼可能要我來幫助你呢 這不是請朋友幫助的這個態度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是有求於中國 第二個 他表現出來一個危機管控 因為他知道當這個事情緊繃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需要一個對話 需要一個管道 而這個到目前為止 從軍事政治到經濟的管道 事實上都缺乏 所以他從高層的先開始建立 那第三個呢 是針對國際 也其實主要是針對他的盟國 表現出來說 你看我雖然要你們了 跟我一起制裁中國 不可以再開放任何相關的科技產品 從華為到半導體 但是我跟中國大陸是競爭關係 我是在維護這樣一個競爭關係 你看我都就是說 這個高官不斷地可以去中國大陸訪問 儘管他們不喜歡我 儘管他們給我們這個 就是說一些冷的待遇 但沒有關係 我們美國作為大國 我們是在維護這個競爭關係 各位 這就是大國懂得外交 是表面上的東西嘛 所以表面上是競爭 實際上是對抗 一切的這些作為最近的採取的一些動作 其實都是持續的在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 以及經濟的這個挑戰 所以你就看到這一些美國做官的 也很辛苦了 因為他也要做這些秀 你知道他不只有求於中國 維持這個管控的這個管道 那要做這個秀給 就是說國際媒體和這個國際的盟國看 他們現在是跟中國競爭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連續幾次大家難道不知道嗎 中美的對抗事實上是回不去了 教官當然就像教授講的 葉倫一直是所謂中美關係裡頭 比較善意的鴿派的代表 但這一趟去呢 還是當然有沒有達到目的 大概外界是持滿保留的態度 其實我個人來講 對葉倫是很尊敬的 因為他是一個 他在美國來講 他之前當過美聯儲的主席 而且也當過財政部長 所以他對 專業的文官 對他是專業 而且他現在是拿諾貝爾獎的 這種經濟學者 那我個人來講 對他來講是非常尊重 而且大家要知道 他葉倫 他雖然說是美國的財政部長 但他跟其他國家財政部長不一樣 因為美國的財政部 美國畢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金融機構 他不只是 其他國家的財政部長 可能只管自己國內的財政事務 還有預算收支等等這些 那葉倫他的財政政策 往往會影響到 全球國際的金融 還有經貿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葉倫到中國去訪問 受到全世界各國的重視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一舉一動 他跟中國的談判得到的結果 可能會影響到全球未來經濟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現在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去之前 其實他們都已經講了 就是不預期有什麼成果 對 已經先打預防針 今天離開 今天離開他講了什麼話呢 就是中美還是有很多的分歧 必須要直接溝通 可見他去了這一趟來講的話 沒有什麼具體的一個成果 辦手禮 對 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 可以說經貿戰從 整個川普時代開始打起 剛開始是從關稅 從3.8% 一直到現在19.38% 19.3%的這種關稅徵收 其實對 其實這關稅徵收 最後傷害到誰 傷害到美國自己的老百姓 因為他們這個需要自己 還是需要這些東西 中國是製造業 還是需要這東西 所以第一個我想說 關稅這方面可能 談不出什麼結果 第二個就像楊老師所講的 我個人預判 他去借錢可能借不到錢 因為第一個 我們從幾件事情來看 第一個是 中國在前幾天 好像還買了200噸的黃金 所以可見他買黃金的狀況 他可能就 他不見得會繼續拋美債 可能他也不見得會買美債 所以葉倫才會講這種話 就是說 可能還要再繼續持續的溝通 第三個我覺得說兩方面來講的話 現在美國對中國持續的 這個經貿的制裁 從最近的這個AI智慧 還有雲端的這種運算 對中國持續的制裁 那中國也反制 對於架根者 這兩者的這個管制出口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到最後 吃虧的會是美國 為什麼 架根者 這兩個是原料 原料的東西 你沒有就沒有 對不對 技術的東西 雲端計算跟AI是技術 技術你後續來講 你可以去研發 有可能說在幾年之內趕上 但是原料你沒有就沒有 那大家不要講說美國 自己有儲存 架根者這兩種東西 第一個 你的技術 對不對 你自己的原料 第三個 中國還有體驗的專業的 這種專利 這方面你如果說沒有的話 全世界各國 其實現在來講 我覺得後續來講的話 等於釜底酬心 要看中國臉色比較多 看中國臉色 葉倫這一趟 當然是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當然也看了不少臉色 也做了不少的努力 鄭老師 葉倫大概 我認為不只是做好 他比如做一個財政部長工作 事實上他還是這一連串從布林肯 到後面還有一個瑞里的 代表氣候要去 所以應該是整個中美關係中的一環 所以你看嚴格講 他這一次連李強都見了他 那個副國 因為他等於說財政部長 跟財政部長見面就好了 所以他還是中美關係 總體的一環 後面還是應該反映著拜登的意志 那政治跟政客 本來就是耳於我詐 表裡不見得如意的 那這一次有趣的是說 剛剛一開始講到 他連續點了三個頭 甚至局了三個功 肢體語言恐怕還是比較表露的真相 我先講 美國人他是這樣子 老子天王 老子天下第一 全世界都聽我掌握 我要你東就東 我要你西 我要訛戰你就訛戰你 全世界沒有人敢反抗的 而且要點頭稱事 你看看那個岸田 你看看韓國那個影席院 拜登稍微招手 跑過去 美國認為這個才是正常的 結果這一次 他跟中國的整個關係裡面 搞到 老共後來開始說 你要來見我 不理到最後變成說 你得不斷地來拜託 從布林肯到現在 在這種關係上 對美國人來講 從來沒有受過這麼難堪的事情 所以 他們一邊有求於人 可是面子要撐住 一邊軟一邊硬 一邊軟一邊硬 這是表象 中國人就很不適合 你要來拜託 你要來請求 姿態那麼高 那我們就回來問實質的 我認為這次恐怕多少有唠叨一點 你看他講說這次他十小時 是直接的實質性的 有開展性的 那麼對於未來 他竟然講了一句是說 世界很大 容得下中國跟美國兩個發展 注意 是習近平先講說太平洋很大 容得下兩國的發展 第一階段 後來他說世界很大 容得下中國跟美國的發展 因為時間有限 我認為這次有取得一定實質的發展 但是兩個 中美關係從此就因為這樣開始改變嗎 開始真的不脫鉤 開始緩和嗎 未必 那現在大家更擔心的是說 美國現在壓力這麼大 要來借錢 中國會不會變成是龍虎與蛇 應該是拖垮他 應該借機整垮美國的時候 結果被美國的騙了 你幫了一下度過這個關 跟過去一樣 結果到時候又被美國反咬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中了劑 這個是值得觀察 但我認為中國大概沒那麼笨 我是同意剛剛楊老師講的 恐怕先有講好 那是階段性 給你一點甜頭 那就看你相對對線 比如說你關稅降不降 那對美國人來講 他不可能現在就哇就都答應 那他大國怎麼混 你看看有求於人姿態那麼高 所以他那個字體語言 那是最清楚的 那個李強講說見著彩虹 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講的對 彩虹兩種解釋 一種是給你顏色喬喬 也可能是與國天青 我認為說現在就期待與國天青 可能太天真了 真的 美國就是一條蛇 你救不得他 但是在中美現在 是不是到底決戰的時候 還是階段性的 大家緩和一下 我認為耶倫這一次應該是 一定程度達成他人生物 取得他一部分的成果 美國當然棍子跟紅蘿蔔 都一直重複在用 尤其是棍子當然用得多 當然沒有立刻緩和的可能 看看布林肯就知道了 現在他轉進東協要訪問當中 訪問東協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說要促進抗中緬 美國國務院亞太的住卿康達說 這17號到15號的訪印尼東協成員外長會議 旨在團結東協 反擊中國在南海的作為 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完全沒有在演的 就是告訴你 我們就是要在中國的南海這邊的地盤上面 圍堵中國的勢力 所以當中國要東協舉行新興產業論壇 合作側重電動車 還有中國跟東協的產業 繼續寫經貿合作篇章 這些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在美國耳裡當然是擔心 跟急著想要去阻止的 中國的跟東協的經濟合作潛力巨大 不只活力還有韌性 這個說的話是東協秘書長高金鴻說的話 但美國有沒有辦法真的阻止東協跟中國 越走越近 經貿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呢 比方說就在他訪問東協的前戲 突然間幾個影劇新聞出現了 巴比這部電影九段線地圖的爭議 越南宣布封殺 因為他把地圖上面九段線 這個現在目前中越的爭議的地段 化為這個地圖是中國所有 臨近的菲律賓也考慮要跟進 來禁止這部戲的上演 還有包括韓國團體的表演 也說因為出現了這個地圖 準備要加以限制甚至抵制當中 Blackpink的九段線爭議 執行長說是個不幸的誤會啦 那官方說要調查了 但他們主辦單位說 就是個誤會 現在會不會政治代表抵制 甚至取消演唱會 也還命運未譜 那在布林肯訪東協之前 九段線綜藝有點環暴 但拜登呢 最近最新的消息是 拍板要賣給烏克蘭 叫做急速彈 援助烏克蘭 其實還有最新消息是 烏克蘭剛剛承認了 2022年曾經轟炸 克里米亞大橋的事情是烏克蘭幹的 所以是不是現在當時都還不肯承認 這個時間點要承認是因為 手上已經有拜登援助的急速彈 讓他們更有底氣了嗎 急速彈是什麼 1899年海牙公約明文禁止使用 因為它極度的殘酷 這樣的殘酷武器可以釋放數百個小炸彈 在大範圍之間直接巨大的殺傷力 造成這個成為地雷的概念 威脅大量的民眾的性命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傷害人民 是迫害性非常強的武器 所以英國 法國 德國這123個國家 都簽訂了急速彈公約 把這類的彈藥定義為非法 不可以在戰爭中使用 但是美國並沒有簽署公約 但是白宮對於 你要賣給烏克蘭這個武器 是要做什麼呢 他的回應是說 烏克蘭已經不是賣是送 保證會將平民遭受的風險程度 降到最低 不過武器是不長眼 如何降到最低 這一點當然是沒有辦法保證的 而西方盟友表態不跟進 也不會跟著把急速彈給烏克蘭 BBC報導說 美國法律已經禁止生產 使用或轉讓急速彈 但是拜登卻繞過了美國的法律 直接出新舊的彈藥給烏克蘭 會讓有一些人有理由指責美國虛偽 那麼俄烏戰爭到底有沒有和平的曙光 現在送急速彈去是幫他加溫 還是有沒有可能讓戰士停止 音像有沒有譴責呢 蘇納克回應 英國是簽署了急速彈公約的國家 我們不鼓勵 也沒有譴責 他只是不鼓勵 德國發言人說德國不會提供急速彈 相信美國不是草率做出這個決定的 而加拿大也說我們認真看待急速彈公約的義務 也鼓勵各界遵循這項公約 就鼓勵而已啦 所以盟友也沒有人對美國這個行為發出comment 或是不滿或是反對都沒有 所以當這個殺傷力極大的武器準備要在烏克蘭這裡使用的時候 對於平民是下了死刑嗎 美國證實急速彈 這件事情讓人道組織就譴責了 國際人道組織說 對平民來說根本是死刑 越戰結束50年了 到現在遼國的民眾還在清除美國的急速彈 國際特色組織說 美國這個計劃是倒行逆施 要求美國重新考慮 根據統計 全球因為參與急速彈傷亡的人數97%都是平民 因為那些像地雷一樣的存在 隨時存在在平民會生活的空間裡頭 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兒童會不小心踩踏 造成身體或生命的傷害 拜登說美國銷毀最後一批的化武庫存 說人類在一戰首度大規模使用這種致命武器 美國讓他畫下句點 所以他是把這些比較重武器或是傷害人民的武器 壞人去給烏克蘭來用 那自己國家沒事就好嗎 教授 你知道為什麼美國要賣這樣子的武器 其實是全世界反彈的 連他的盟國都反對 只不過是不好意思大聲講出來 拜登急了 兩天前一個新聞出來 哈佛大學的統計資料顯示 在今年俄羅斯的經濟的成長已經超越德國 而去年整個俄羅斯發動戰爭 遭受到全球的經濟制裁 西方國家44個國家跟地區 那他們希望說俄羅斯的經濟在去年要降低 整個大概是10%20%以上 結果這兩天新聞出來只掉了2% 然後人民的生活的水準已經回到了2021年的那個時候的時代 所以俄羅斯的經濟沒有被拖卡 反而你看到烏克蘭的反攻停滯下來 那這個時候呢 同時瓦格納的這個事件 大家等於是好久的看好戲 結果發覺這個戲沒有演下去 沒有照西方期待的這個劇本 那瓦格納現在的這個零首領呢 又回到了俄羅斯 所以我覺得拜登急了 拜登急了再希望說下半年 這個烏克蘭的反攻要有極速的發展 那他覺得現在給這個極速彈 所以要求烏克蘭承諾 你不可以用在俄羅斯境內 可是各位 你用的哪裡都一樣 你用在烏克蘭境內 事實上反而會造成烏克蘭人 甚至將來烏克蘭的小孩受到影響 這個什麼叫極速彈呢 簡單的說它就是雅彈 它彈打出去很多那個小的子彈 那個兒子的子彈 那其實呢掉落之後 它不一定會爆炸 它這個叫做爆炸的 就是說雅彈率 那當然美國會說 它沒有簽的這個條約 但是而且它不斷地精進 這個極速彈 不斷地精進的這個成果呢 它認為大概 它可以現在到2%以下的 這種雅彈率 也就是說大概裡面的 這個小的這些子彈 打出去之後 只有不到這個2%的情況 也就是說如果裡面有 200個子彈的話大概只有2個 這樣一個情況 或者是4個6個這樣子 但是各位 這個是真精準的嗎 全世界都反彈 還記不記得美國一樣賣布雷車給我們 1997年全世界簽署了反對人殺傷的地雷 反車輛的地雷 美國不簽署 現在賣地雷給我們 我們在金門 曾經在冷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布在金門的海岸 超過10萬枚地雷 到現在還沒有玩清完 然後越戰的時候 美國使用成計 也就叫落葉計 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不只是美國的退伍軍人 越南的小孩40年來 超過15萬的兒童 出生就是畸形的 美國到現在也沒有去積極面對 這都是美國 我既然不講 將來一定會出來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美國用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 他只要達成他的戰略目標 達成他的政治選舉的目的 拜登 急速彈算什麼 是不是 地雷都給我們台灣了 成績也一樣用了也不後悔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了解 美國的對外政治當中的很殘酷的一個環節 人命關天 這件事情殘酷起來 大家又前何以看 尤其台灣 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 這當中到底是誰心酸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美國要提供烏克蘭極速彈這個武器 為什麼引起國際這麼大的討論 將軍 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極速彈這種武器 在現代那麼科學的狀況之下 大家對這種武器還是把它當跟地雷一樣 這麼危險這麼可怕 大家知道每一顆炮彈 我舉一個 就一定有一個保險裝置 因為我們要搬運 我們平常搬運的時候一定要 你如果說是沒有安全的保險裝置來講 它就碰撞了以後 如果它就爆炸的話 自己會照到自己 所以都一定有保險的裝置 譬如說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守護彈好了 我們要守護彈一定有一個安全插銷 要拉開來以後 對不對 手還握著那個壓板 丟出一個壓板彈開來 才會爆炸 那我們平常看那個炮彈也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那個炮彈注意它就爆了 不是 那炮彈注意以後它裡面有一個安全插銷 利用反作用力彈出去的時候 炮口那個安全插銷才會彈開來 才會形成被炸的狀態 撞到地才會爆炸 好 那急速彈是什麼樣 就是它的概念就像是一顆炸彈裡面 一顆炮彈裡面 裡面放了很多顆小的手油彈 那這些小的手油彈裡面都有安全插銷的保護裝置 以避免它在搬運的過程之中產生碰撞 那問題是說你散開來的時候 灑到地上的時候 這過程之中你沒有辦法保證說每一顆小的炸彈 它的安全插銷都已經拔掉了 形成被炸狀態 撞到地面的時候它就會爆炸 它可能那個插銷沒有完全離開來 掉到地上如果那個掉落在地面的時候如果是掉到水塘 對不對或者是剛過剛離過那個離過田的那個農地 泥泥地它就不會爆炸留在那邊 那這些東西是鐵的東西當然都是鐵製的嘛 鋼鐵的東西它久了之後它就會袖穿 袖穿以後可能它的保險裝置就壞掉了 所以四五十年之後它可能還有爆 裡面火藥是化學的東西它還是會有爆炸危險 那美國這次給的很可惡 它給的是哪一年 我去查一下1987年三十幾年前的急速彈 你拿那種武器弄到烏克蘭去 你是不是讓這些彈藥來講的話 它的這種故障率會更高 那我是很同情烏克蘭的人民 前一陣子對不對被埋地雷 現在又英國的貧油彈造成核污染 對不對現在又是急速彈丟在那邊 你說它將來那些農民怎麼在這個地方耕作生存 這真的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 那烏克蘭你哲倫斯伊你自己要考慮看看 你可以不當總統 但是你的子弟你的子民將來要 你的子孫將來要在一塊土地上面生活下去 你怎麼忍心用這種武器來傷害自己的同胞 是啊烏克蘭戰爭總要結束吧 那麼怎麼回復到正常的生活 這些武器是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烏克蘭的和平遙遙無奇 只有看到美國繼續送彈藥了 而且急速彈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討論 我覺得急速彈這個議題還是值得再往下談 第一個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提供急速彈的 比如說是中國 你看中國到現在都不敢這個提供任何武器給俄國 美國要天天讓你問那如果今天是中國做這種事呢 那還得了啊 保證美國一定發動他的媒體的全世界 譴責把中國做的邪惡啊 多麼的糟糕的事情 可是你看看剛剛提到平右彈 英國也弄啦 這個全世界都認為這不恰當 一百二十幾個國家都簽約說 這個急速炸彈是應該禁止使用 違反人道 台大技術武力那麼強大 這種不正當的不道德的不好的武器 他不簽約他不受約束 那你不受約束還罷了 你今天還提供給烏克蘭 然後拜登就裝作說 哎呀這是個很艱難的決定 這是個暫時性的決定 然後就說不會投到俄國境內 那投到哪裡 那就是俄國佔領的現在的烏東地區